三七分由頭帥哥照或是白髮造型 還有超酷刺猬龐克頭 不過這張臉越看越眼熟 原來是準總統賴清德 中分A把不見了 髮型大突破 嚇網友好大一跳 但這一切都只是與人節玩笑 賴清德還自嘲 明顯不是中分了吧 這還沒完夠 在3s上放錄音和網友打招呼 咦 奇怪的好幾下怎麼都沒聲 原來賴清德又調皮了 錄音藏在留言底下 跟大家開個小玩笑 祝大家愚人節快樂 民進黨立委跟風 蔡玉瑜碰出韓國藝人 玄冰結婚兩周年合照 旁邊放上自己年輕暴受照寫下 沒關係 別難過 還有嘉義玄冰單身多年 不過網友歪龍 銷售委員差太多了吧 不擔心單身 比較擔心還不趕快健身 民黨新年部也整人 鼓主就是他 聽說黃國昌接受你的辯論了 雲人節快樂 哈哈哈哈 瞬間層下戰隊的王毅川 被騙了滿臉失落 還有國民黨立委李彥淑的小編 也出招 藝人將飛探浮壞 為了店價調掌大潮欲駕 好像辦公室能給我看這一集 手邊記者串通 讓李彥淑聽完問題滿頭問號 好險好險只是開開玩笑 德國在台協會 今年愚人節玩笑 則是滿滿台灣味 臉書宣布國鐵博物店 還鋪出多張照片讓大家來找查 綠色包裝好熟悉 原來是乖乖 搭上台灣人習慣 要讓鐵路乖乖順利發車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選在4月1號宣布 和賴佩霞柯賴佩 歡迎大家進劇場 看我們的共同演出 大垃圾 是音樂劇兩人難得合作 趁這時好好宣傳一番 愚人節政壇先把政治放一邊 比誰最幽默 明新聞綜合報導